人家说我头发 我从头发剪了之后 我就开始没杀气了 你知道吧 人家说这个头发剪了 没有杀气 我就不相信这个鞋 特别还有人说 这头发剪了 我要打归一个月 我今天我就想办法 把这个魔咒给它破了 五十斤目标完成了 今天继续掉 我今天想掉大新军 我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目标 新的任务 多少钱 今天还是透驴 钓费还是六百八 六八零 得以说两百斤三二 你打一半行吗 得以说打一百斤 一百斤啊 对 应该没问题吧 没问题 你钓到一百斤以后 我要是钓不到你 是不是又要把我推出里 不用讲了钓不到 你就直接给我下水 钓鱼总是要有进步的吧 对吧 没问题 我今天呢 我也要想想办法了 因为昨天钓了一下 感觉这个塘里面的这个鱼琴呢 有一点点 熟悉 今天找一找感觉 今天能不能争取 先破个两百斤吧 好嘞 你看啊 你也要给你定目标 人家说我头发 我从头发剪了之后 我就开始没杀气了 你知道吧 我师父被牌了几天了 已经 人家说这个头发剪了 没有杀气 我就不相信这个鞋 特别还有人说 这头发剪了 我要打归一个月 我今天我就想办法 把这个魔咒给它破了 走 走 我们这边先开散炮啊 OK 那边清鱼堂啊 今天又是透驴 透驴是1200 我们这是罗飞透驴啊 组卫星呢 就跟我们平常开的一样的啊 我组卫星的话 我选择的是用菊香 因为我 我的这边这个位置呢 昨天打过 老鱼比较多 所以用菊香想着打老鱼吧 OK 我们的一份冻料也就开好了啊 把这垃圾全部射减起来 终于体养了 世界一切安静 我们开始呢 我们就先抽窝啊 本来这些位置呢 我今天想的是做四个边角 哈哈 一来四个边角 早就已经全部做起来了 我就还是上岛钓啊 好 马上来了 哈哈 上这道 人进我了 好 马上来了 上这道 人进我了 些不见的 違う哪 孩子 在朴槿要拍摄一个 好 别抖 在朴槿上 我순到 我到够面 我突然这壹桿 crying 肯定 你懂才是出色的 你帖子 是不是经过你拍了这么多期的 这个钓螺飞的视频呢 没有见过这种螺飞口吧 任务的螺飞啊 它跟广东的还是有区别的 区别大得很 你知道主要是什么问题吧 什么问题 主要是气温还没上来 江泽户这个时候的天气温度 比两广这个时候要冷 所以说温度没上来 活性不高 就像初春的时候 就在广东钓的时候一样 对 第一条 我们前期呢还是选择了一只 三米的玉衡 12H 主线2.0 主线的话一个06的P1线 钩子10号螺飞袖 浮飞持现在1.75克的一只战队飞 调木呢选择是调的一个五木 调木呢就调个三到四五木都可以啊 根据鱼口我们来进行 调整 看下来给出来的动作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鱼口轻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钓木钓低一点 钓两三木 如果鱼口很乱 然后 鱼口刺口很清晰 口很重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 呃 钓低一点 可以规避一些假动作 来吧 这边会有优势的哇 因为看到吗那四个边上游都是最快的 发现他们多数都是贴边打 我们不管啊我们先打中间先玩一下看一下 不是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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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走 跑 哪里跑 像这种情况呢 猫到鱼呢 老是出现 看到大家都是一样的 老是出现猫鱼的这种现象 就说明一个问题了 就说明这些鱼呢是很容易离底的 都是处于离底的状态 特别是我们起肝的时候 下面有口没打到 然后一起肝再伴随猫到鱼了 那就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些鱼 离底的一个水层了 我尽可能这散泡捏死一点 往下面去压 看看能不能压得下去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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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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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肚子回来了 鲤鱼 鲤鱼不磕吗 鲤鱼就不能磕吗 又是鲤鱼又是罗飞 在窝子里面乱七八糟的 鲤鱼就不磕吗 你敢吃我就敢磕 你敢磕吗 照样磕 照样磕 鱼 速度快吧 这超好帮着的还是有必要的 用的哈 你敢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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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自信的 又上来就两个户啊 随随随便便两个户 不思考一下 哈哈哈哈 我没磕 两个户还叫什么 哈哈哈哈 那些就这样拿了三个户 哈哈 三个户都没做了 哈哈哈哈 我什么想法还是要有的 还是可以的 他以为要不要辞 不敢磕 你找不到 有个户都没做 我没做到 是 把户都没做 是 我可以�磕 你们 我赶快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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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 4 好 什么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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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起来抓起来 鲤鱼可以抓 鲤鱼可以抓 别慌啊 小鲤 别怕他扎手啊 还有个罗飞还不是亲戚 他身上没刺的 你使劲一把就摁下去 反正你先把手法搞熟 等下罗飞我飞起来 也一把摁下去就行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是吧 我马上飞个罗飞让你按一下 来了 好跳啊这个罗飞 对吧 你咋过来了 我来看看你怎么讲的 学习学习 你往后面坐一点 我等下鱼飞你脸上去 好 然后你站在那里 那里可以 这边可以 这边可以 这边啊 有 今天人比昨天多一点 今天十几个 来 行啦 可以 又来了好几个 嗯 今天不用下水平好啊 还要我弄的 还要我弄的 哈哈哈哈 刺刺下水 刺刺打我 要不就手子 要不就伞 中哥一天天太不容易了 这可不怪我啊 不愧了 是我弄的 哈哈哈哈 先说好 来了 果然小鱼一走就中鱼 啊 打针了 今天这个口比昨天那个口还要 还要怪 而且口比昨天的口还要轻 动作也没有昨天多 啥动作吗 这个 做我要不要拍啊 拍吧 哎呦 这鲤鱼啊 我我是来钓螺飞的 不要跳 不要跳 我磕你 你信不信你再跳 哎呀 鱼很烦啊 在这里死亡翻滚一样 跟它转来转去 走你 走 这啥 这啥情况呢 小鱼一走 我就连杆 小鱼坐这里我就不动 啥情况 小鱼估计要染上龟屁了 龟鱼 学会调飘了 哦对 学会调飘了 开始要打龟了 来了 快点快点下来 哇小鱼 你看这里小不小 我的天哪你来了 要不我就钓不上来 要不就有小鱼 今天钓最小的一条鱼了 来吧 入口 来地 来吧 下去 小鱼那边有种鱼了 今天这会儿 我们直出去了口还可以 但是我发现它们打鞭的口 还有还慢一点 跟昨天的这个鱼形 六位有一些不同了 现在鲤鱼也打到了 罗飞也打到了 去看一下小鱼那边打得怎么样 好像那边也连起来了 说不定今天的话 小鱼有希望破百 哎呦 这个鱼 太假了 跑鱼 抽 先把窝子做好 我们先吃早餐 这个鱼早餐都已经吃饱了 我还没有吃早餐呢 等下吃完早餐再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